基本电学影响电阻大小的因素 虽然前面已经有电阻的时候 就稍微说明一下电阻大小因素有哪些 这边再次强调电阻的大小影响因素 电阻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电荷在流动的时候 自由电子会跟 导体内的原子发生了碰撞或是摩擦 这个示意图可以看到 真实在移动的时候是电子 因此我们就探讨电子的移动方式 因为正电荷是无法移动的 也就是原子荷 这边是无法移动的 因此当我们自由电子在通过的时候 势必会跟原子间会有接触或摩擦碰撞的情况 这就是电阻的主要来源 主要影响电阻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还是材质 容不容易导电是电阻大小的原因 因此如果导电性很好的金属 譬如说这边看到的 银跟铜 你会发现在相同的截面积跟长度下比较 银的电阻在这边只显示出 0.016欧姆 铜也很小 0.0175欧姆 可是到了内格斯 也就是 一般我们做保利用切割器的材料的时候 事实上它到达1.1欧姆 就变大了大概100倍了 可是到了石墨呢又更大了 石墨虽然可以导电 但电阻也比较大 到了玻璃等于10的16次方到10的19次方 会非常的大 因此 这一类 金属和金或非金属 我们就称之为 导体 因为它电阻 是比较小的 是容易导电的 那这一类玻璃就称之为绝缘体 因为它电阻 是非常的大的 第二个 影响电阻的大小 还有长度的问题 截命机如果一样的话 越长的导线 其实电阻越大 因为呢代表你的 流动电荷要走得越远 因此电阻大小跟长度会成正比 最后一个 截面机 如果长度都一样的时候 截面机越大的 事实上电阻越小 这就相当于前前说明过的 如果戏院的安全门 够大很大的话 今天 电影结束之后 散场的人潮就很容易离开 他就不会有推级碰撞 阻力会比较少 因此电荷在移动的时候也是 如果截面机越大的话 他越容易通过 越容易通过的话 阻力会比较少 因此我们说电阻大小 会跟导体的截面机 会成反比 所以我们通常会在探讨电阻大小的时候得到这样一个关系是 R代表电阻 电阻大小会跟电流 导线的长度 成正比 会跟面积成反比 我们通常会写出这样的一个关系是 R代表电阻大小 L代表长度 A代表截面积 因此把这个关系式记熟就可以理解电阻在什么时候 会比较大 什么时候比较小 这是常常拿来做比较的方式 就算是稍后 嗯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